台竟在运通 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相关破证 最近最大的利多是什么 融资大减 上个星期啊 星期五那天 光融资一天就减了一百多亿啊 按照过去台股的经验 其实每次融资大减的隔天 基本上都会反弹 但是今天并没有 今天反而大盘还是收跌的 而且今天量呢 还是维持在2300多亿 表示说你看哦 上个星期啊 这个融资几乎是天天在减啊 可是为什么对台股的这个止跌啊 反而是没有利的 相对的 做空的还是一样非常的猖狂 有没有看到这龙卷毫不客气的哦 别人在割肉割脚啦 你得了解 半坑的人继续半坑啊 可以看得出来上个星期空单 这个我这么讲好了啦 做空肯定是大货全身的啦 那做多的呢肯定是在揚揚艾尔光 这是很明显的啦 很明显的 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嘛 这个行情难道就永远只会跌不会反弹吗 难道大盘就这么一去不复返 从此就坠入了空头的深渊吗 我倒不这么看法啦 我觉得就像我常讲的 这是策略的问题 你看今天大盘大敌126点 但是你看哦 我们今天做了什么 当充艾普 金豪科还有自由 亚信差一点点也可以当充啦 就我要的价格没有到 所以今天亚信就没有充掉了 但是我觉得无所谓啊 反正都在低点怕什么 对不对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 你可以持续的悲观摸底没有关系 我讲真的啦 你可以等大盘哪天出现自息量 再开始去决定要不要买股票 都没有关系 这个盘肯定还是要需要一个自息量 来确认底部的 也许1500也许1800都有可能 因为现在去看那些K线形态 其实不一定看得出底部啦 但是就我的判断 有些股票啊 就像我上午的节目有提到的嘛 有些个股啊 有些股票它其实已经跌到 已经比如说二次贝离了 你说会不会跌到三次贝离 我不知道 那跌到三次贝离就很扯了 你懂吗 能够跌到两二次贝离 那已经算是超跌中的超跌了 那你说这些股票贝离 它一定会大涨吗 这我不能跟你保证 就像我早上我跟他提到了 贝离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再跌有限 用台语讲 还是会跌 但是那个跌的力道 就会变得比较轻了 从今天台股也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今天杀盘的力道就稍微 还是有 还是有在杀杀杀杀 因为这个 你想嘛 为什么它是10点半以后 这边4点开始杀 这个就是在等嘛 你早上我给你一个小时补钱 你不补后面 他就开始干嘛 杀股票 所以现在融资一定也是减的 这个就是券商的一个惯性 券商砍股票 他不会一开盘就砍 他会等到大概10点多等你 钱没来 要补钱 要补补 要补压 要补压 不然要补压 不然来说 股票就抬下去了 就是这样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从时间段来看的话 第一段的这些下杀 就是融资自断的 第二段来讲的话 你看这边就比较趋缓 这应该就不是了 但是今天还是一样 一个2300多亿 所以我觉得说 今天的杀盘有稍微趋缓 但是还是比较偏向于 控方的格局 那今天7月4号美国国庆 所以今天盗权 应该是休市一天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包括我们从韩国股市 跟日本股市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波动也不会很大 那从台股 今天的一个强势股 也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今天 已经慢慢有一些股票 开始在走自己的路 按捺不住了 可是他们发现 都是十几块的股票 你看华兴光 25块 立位20块 建达30块 轮飞39 宏达电55 算贵的 然后泰塑36 大略K 12块 我们看到 晋红58 我们看到 大将20块 易通展20块 翔红14块 但我们发现到 今天你看到这些强势股 里面来讲的话 全部都是50块以下的股票 当然我不是说50块以下的股票不能成为主流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比上个礼拜好很多了 上个星期我那天电影板那天几乎是一片残绿 今天总算开始慢慢干嘛 有一些会亮灯的股票开始出来闻盘了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坏事情 我没有推荐你们去买这些股票的意思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总比没那么好 真的 有总比没有的好 不然的话整个台面上每天绿油油一片 看起来一点 除了伤眼睛之外 看的心情也不会好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红红的股票在这边挂着倒是不错 好了 上回的节目我也跟大家提到 就是说 就我的一个判断来讲的话 大盘 当然很大概率还是要回撤到这个0.5的位置点 0.5 因为147630.38已经跌破了 上个礼拜还有今天早上 我也针对这张图也跟他分析过 我说因为这是测算的问题 大家懂吗 你8523算到18619 跟39555测算到18619 它的回档的感觉 还有那个满足力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我发现到有个共通点 什么共通点 就是说如果以39555到18619回档到0.38的位置点 位置点大概13018 可是如果以8523到18619回档二分之一的位置点的话 在13571 这个中间大概差个 我看一下 差个大概500多点左右 500多点左右 那你说打回到这个景线的反压支撑这里 也合理 也合理 所以我只能跟大家提醒就是说 我认为台股最坏的情况大概也是在这里的 可是我很难想象的话 跌到这边的话 这个肯定排面是哀鸿片也懂吗 但是我们不能说没有可能 但是我个人的判断 就是说即使指数在压回 有些股票那应该是不太会压回的 可能权重股还会稍微要忍耐一下 权重股 因为一般来讲 你说主力现在会去压这些投机股 没有意义 因为这对指数的影响不大 你信不信这边股票如果明天全民跌金板 我看大盘大概跌个10点也不会跌 可是台积电跌个5块钱 我告诉你大盘100点就没了 所以如果说 你站在大互法 我们讲 如果外资一定要卖股票的话 他如果把台股一直当提款机的话 他肯定卖权重股的 因为他们满手都是权重股 肯定不会去卖这些怪怪的股票 我看外资大概手上不太可能会有这些股票 所以这个为什么今天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小型投机股又开始动了 然后有一些IC设计的股票 你看像艾普金豪克这些股票 也开始出现略为止跌 我不能说绝对止跌 所以我的策略就是说 今朝有九今朝最 反正我们今天买了有钻就把它冲掉 也许三块 也许两块都无所谓 懂吗 这就是现阶段来讲 我在操作上的策略上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调整 跟他说明一下 就是尽量的做得比较短线一点 来规避掉所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不确定的事情 这就是现阶段我要跟大家提醒的 那当然啦 喜欢做短线的 当然会觉得 老师这样很好啊 对不对 我今天躺多少我算得出来 明天躺多少那是明天的事情 有人会觉得这样很好 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说 不行 杜老师 做购物票就是要做波段 对不对 我就是要找到一个绝对的低点 然后跟他赚个波段 当然这是每个人的选项 但是我这边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其实股票市场 没有什么叫做什么方法是最好的 大家懂吗 当然你波段可以赚到大钱的人 一定觉得波段很好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现在是空头啊 你要去博取大波段的行情 恐怕也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我也比较建议大家 以现在的情况来讲的话 我不反对抄底 我也不反对去减便宜 可是可能你的调整 你的操作方式要稍微有点调整 可能还是要以短线钻价差 会比较适合现在的一个操作模式 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等一下看操作 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好 言而总之 只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我相信大盘 不管这个满足点会不会来 不管这个满足点会不会来 我现在在等什么 等这个 信不信在你们自己 也许你不懂波浪 无所谓 但是听我讲 股票市场它就是存在的 一种所谓的循环 所谓的循环就是说 当大盘涨完五波之后 拉回做ABC波的修正 它是个必然的结果 只是说这个A跌到哪里 B会反弹到哪里 之后破锡到哪里 这就是比较一个复杂的地方 现在先不用去想这一段 我建议大家 现在赶紧来把握这一段 如果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既然要做波段的 那你也要把握A点的满足点去买 不然怎么会有波段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这里的反弹 我必须要提醒大家 不是所有的股票都会反弹 这里我必须先跟它打墙新增 先泼一桶冷水给你们 如果接下来大盘真的有机会 出现千点以上的反弹的话 我告诉大家 就我的判断 只有少数的股票会涨 我看绝大部分的股票 也是要躺在那里 所以大家知道 在整个波浪里面来讲的话 主身段当然最好赚 我相信你看过很多老师 其他的节目一定会告诉你 哎呀我们来迎接主身段的行情 那为什么老师一天告诉我 什么迎接什么主身段的行情 因为主身段是最好赚的 我也知道 你有听过老师说 跟着我来迎接出身段的行情 带你赚翻了吗 不可能的嘛 那你有听过哪个老师告诉你说 快跟着我来操作邪恶第五波吗 好像也没听过 所以基本上每个老师的营销重点 都是告诉你 主身段的钱是最好赚的 现在都要做五十足身段 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吧 那为什么主身段最好赚 因为好画梦 我讲得比较直接一点 那此时此刻我也要告诉大家 逼波不会很好赚 但是会有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 根据我多年来对波浪结构形态的研究 逼波它一定走复杂型 所谓的复杂型就是说 它不会一波到底 但是它一定会有 而且在反弹的过程中 很多股票它是不具备有 逼波反弹的架构的 有些有有些不会有 那怎么去区隔呢 说真的 你现在问我 我也没办法告诉你 但是有一点可以很肯定的知道 在反弹的过程之中 有些股票 它会走得比其他的股票快 而这些股票才是真正能够让你在 大盘逼波反弹的过程中 可以赚得到钱的 当然我知道有些投资人会讲 说 祖宏我这么说这段的坛 那我问你 如果逼波的反弹 反弹个三个月四个月 那你要不要做 你看这一波大盘 从一月份高点跌到现在跌半年 跌半年 那你说假设接下来大盘 出现逼迫的反弹 也许不会反弹走半年 但是我跟你讲 走个三四个月 多多少少是有可能 但是在这三四个月的过程之中 它还是会迂回 你懂吗 它不会来个大B转 少数个户 少数股票我这么讲 它有可能会走B转 那体材真的要很好 基本面真的要很强才有可能 市场的资金一追捧下去 之后我跟你讲 一发不可收拾了 然后就直接上去 这种股票有可能 但不是全部大家懂吗 所以这个时候 在选股上来讲的话 我这么讲好了 你们不信我讲的 没关系 你们去自己搜寻好不好 麻烦你把手机打开 搜寻 Google 然后你去看一下B波的操作 我告诉你 大部分都是负面的 为什么是负面的比较多 因为这一段真的是不好做 但是如果做得好 如果做得好 我告诉大家 还是有钱赚 还是有钱赚 但是一定要选对股票 那这一波的反弹 如果大盘的反弹 因为现在还没真的反弹 所以我现在去跟你讲那么多 也许你也填不进去 但是我只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是在等解套的 麻烦你 忍耐一下 等大盘反弹之后 再来处理的 那我也不建议大家现在杀低 看股票 有些股票搞不好正在补跌 正还在跌 恐怕还是要先砍 所以说这个有点复杂 你看像这个汉磊 对不对 今天你说盘真的有这么弱吗 可是你看这个汉磊 为什么跌得这么惨 这个就是我讲的 它正在进行市 正在补跌中 这种恐怕就不太适合去抢反弹 那什么时候 什么样的股票适合抢反弹 测标的股票就是重点 大家懂了吧 你看到一样抢反弹 我就不会去抢汉磊 我就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它才刚开始而已 唱这些绝对是没错 绝对不是正确的 懂吗 它绝对不是正确的 那什么才是正确的操作呢 打个比方 来 看一下艾普 我想艾普也不是我第一次 在节目上跟他公开 我们在4月底5月初的时候 已经做过一波艾普了 虽然说没有赚很多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压回来之后 反而更凸显出他的价值 那以艾普来讲的话 第一季赚了3.53 是由于整个市场的预期的 那第二季因为上海 封城的关系 所以第二季的业绩 的确是有被影响到 但是随着解封的这个 开始陆陆续续解封之后 旺季的到来 第三季的获利 是可以乐观去期待的 大家懂吗 大家知道这种IP产业 它不是去 它是没有库存的 它是看你今天用了我的产品 我收你多少权利金在赚钱 所以它权利金的认列 有可能是年度的 有可能是季度都有可能 它不是一个月一个月去算的 所以你会发现 它怎么4、5月份的业绩不好 突然间它 可能6、7月份 突然间爆出来 那就是因为它认列的问题 所以说操作这种IP的股票 可能就是跟其他的一些产业 有点不太一样 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你看以爱普来讲 跌得够深 我这边也写 你看短线超跌 底部买盘略有增加 MACD能量倍 KD也持续地干嘛 慢慢地走强 也落底了 也落底了 所以像这样的股票 我这么讲好了 低阶不会吃大亏的 你看今天 我们爱普空手194195 我们少量卡位 少量卡位 没想到运气还不错 我买了之后有稍微上去 我定价202把它冲掉 赚了不多 赚了8块钱的价差 它今天最高来到多少 204.5 我们是预挂202 所以刚好可以冲掉 8块钱的价差 那我想爱普 我今天不是告诉他 一定要去买爱普 我只要告诉他就是说 你看今天大盘是大跌126跌了 前几天你去看爱普 它也是满惨的 可是为什么今天的爱普 它开始不跌了 为什么 就像我讲的 有些股票 它会慢慢凸显 浮现出它的价值 有些大户有些法人 它就会开始慢慢去 承接这样子的股票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如果今天 从基本面的部分去看的话 说真的 的确 大盘跌 它跟着跌是很合理的 对不对 可是不可否认的 它的确是短线严重的超跌 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去承认吧 它的确是短线严重的超跌 所以你看为什么指标会背离 能量会背离 原因就在这里 在这场这边 已经开始有些底部的买盘 慢慢承接 虽然说这边买的买气 没有这边的墙 但是我觉得少量的承接 也不太会吃大亏 这就是爱普的部分 我们先进广告 等一下看一下志源 还有金豪科 今天什么冲的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成东斗库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成东斗库 拥有股票 奇货 双振兆 本营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成东斗库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成东斗库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成通斗库 拥有股票 奇货 双振兆 本营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斗库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 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 避免出门 家里可以事先准备 三日份的食物 饮用水 检易的急救药品 痕灾 小型家具等 要移进室内 有这些加强固定 一旦发生灾情 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 进行撤离 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等在海来临时 才不会手忙脚乱哦 提早做准备 台风来袭也能冲容应对 在这一波的选股上来讲 我也可以不妨老实跟大家讲 我比较偏好跌身的股票 我比较偏好跌身的股票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站在一种减便宜的心来讲的话 我觉得有些股票真的是有点跌得很过头的 你们懂吗 也许会再跌 但是跌得已经开始有点不合理 不合常理 打个比方来讲 金豪克就是最好的例子 你想嘛 他今年还可以赚两个股本 第一季赚3.11 第一季赚3.11都赚得比爱普多 都赚得比爱普多 可是股价人家差多少 爱普还要一张还要20万 结果金豪克居然只剩下多少 7万6一张 所以我相信投资朋友 当然我不是说叫大家一定去买金豪克 我觉得这是很简单的比较法则 你也贪三口 也贪三口 股价能败 股价存七十几块 感觉就有点很难说得通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股票市场 就是存在这种所谓的不合理 就是说对呀 这么不合理的股价 那为什么现在市场还在杀它 难道说这个公司真的这么不堪利 真的那么差吗 好像也没有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 什么叫逢低捡便宜 你要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它 你才有办法买得下去 我只能这么讲 你看来来静奥科 上个星期除息 出完息后我们又重新接回 之前已经做过一段了 这是出完息后的D&D是出手 那也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说除了超跌之外 你看这个MACD跟这个KD 都是在一个相对的低档区 懂吗 都是一种背离 我一开始不是跟他讲 有些股票已经出现所谓的一次背离 有些股票已经出现二次背离 像IC设计里面来讲 有很多股票都是属于二次背离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真的 这个时候再杀下去可能真的杀到骨头了 来看一下今天金豪科 今天金豪科一般会员的股票 我们建议在七十六块半少量卡位 然后定价七十九块把它当充掉 很早就定价了 然后还没十点我就挂好了 有没有看到顺顺利利的轻轻松松的赚了三块钱的加差 七十六块买的把它充掉 不管是七十六块七十六块半卖的买进的 都可以顺利的把它充掉 今天最高要七十九块四 软盘稍微压回但是影响变不大 影响变不大 你要想今天大盘是大跌的 今天大盘是大跌的 曾经一度跌快两百点 可是你看 为什么我会买艾普 为什么会买金豪科 反而今天都逆市涨了 也许没有像这些股票一样涨停板 因为我们的目的不同 对不对 我的目的不同 我们目的是什么 断转线的价差 做出当抽 所以对我来讲 我不一定会去追逐这些 这些今天涨停板的股票 大家同意是吧 因为我们的目的所求的是不同 是不同的 像这个资源也是一样 这个都跌得好深 你看这个都已经顿化背离了 不是说它一定顿化背离就一定会大涨 但是这是我讲的 就是我们去思考一个 所谓的不合理的一个情况 也许资源赚的没有金豪科多 所以你看 可是不管如何 它的产业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爱普 它是属于那种细制裁的概念 所以他们在认列来讲的话 可能不是每个月都认列 但是我个人看法 你看它今年也是要在赚那个股本 金豪科要赚两个股本 它今年还要赚那个股本 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整个 不管IT产业或IP产业来讲的话 目前看起来 除了上海封城稍微影响 让整个业绩衰退之外 否则这边都是呈现一个超跌的情况 它今天资源也是一样 我们在168 170这边低接 然后挂174把它当冲掉 就这一段小赚6块钱的加差也不多 因为毕竟今天大盘是大跌的 我觉得在今天大盘大跌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保持这样子的战机 我个人觉得还是算不错的 个人还是算不错的 这都是我现在告诉大家的 现在先不要去想说什么波段的一个规划 我个人看法时间还没到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做做短线 转转加差 能够做当冲就做当冲 不能做当冲做隔热冲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目前来讲 现阶段先熬过这段盘式 这么难做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是算不错的一个应对 给大家做个参考 这就是我一个规划 所以说不管任何等级都是一样 不管任何等级都是一样 这就是你看今天我们所跟他聊的 爱博金豪科资源 自信亚信有点可惜 差一点点 不能亚信今天可以把它冲掉 那今天就有四港股票 是把它当冲掉的 好了 反正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整个绝地大反攻的计划 持续的推行中 那目前整个计划来讲的话 还是以一个短线的操作为主 等到真的有波段的行情出来的时候 我会跟大家提醒 我说过嘛 大盘什么时候真正的落底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要有自息量来做底部的确认 但是目前看起来 还没有到这个自息量出现 等到这个大盘那个自息量出现的时候 我相信 那个时候整个大盘的反转力道 还有落底的速度就会加快 给大家做个提醒 有任何不了解不进行的地方 都很欢迎 跟我们的相当助理进行联系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7月4号的节目 那最终的最后 预祝所有的投资人的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昨天吗 你可以帮我来开门吗 来了 开门 不白 你们在干嘛 我好回带钥匙 这我家耶 你醉了吧 我没被用适 不白 你累了吗 精力充分 你被用的钥匙在这里 你的在这里 你又知道 保力达蛮牛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逐利做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赢命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金钱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成通投资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本营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投资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资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逐利做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赢命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成通投资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为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投资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现在上YouTube 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记在手 走到